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掌握了军队真正掌握了中国的大权 所以不仅是名义上当一个军委主席 而是要实际上来掌握军权 那大概六四的时候刚发生奇迹 江泽民上台 大家不信任他会持久 因为前任的总书记的命任也不好 更不相信他会掌握这个军权 那在您的观察看起来 江泽民是怎么取得这个军权的 谁帮助他 他通过什么样的护进 实际上江泽民就是腐败之军 腐败之火 因为江泽民什么也不是 他也没有权威 什么也没有 就是江泽民根本就是一个 伤害小派 所以呢 他怎么办呢 他实际上就是靠腐败 之国 腐败之党 腐败之军 他就是说咱们大家一起贪 所以这个搞了不到二十年吧 就把六四之后完整个中国搞得乌烟瘴气 然后到附近套劳没有作为习近平接班的事 就是一个烂摊子 对 最近讲一讲 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张震跳出来 乘出江湖 郑下边请他出山 然后来这个帮助这个江泽民 这个时候是不是对他决定收拾军队有帮助 这个我真不知道 因为张震这些人呢 不管怎么样在军队里面还有点微信 至于说他贪不贪 这个我也不清楚 这中国这个军队啊 反正过去嘛 是从来也没有造反的这种忽略 中国的军队呢 就是说不进步 没有知识 没有文化 没有法律知识 这也是中国军队的最弱的地方 但是中国军队呢 过去一直是听命令 听指挥的 这个江泽民上台之后 就是六四之后 就是贪负 军队的贪负 这就是一塌糊 从什么小科长小处长一直到司令都是贪污 所以军队呢 现在就成为一派乱民 对啊 是啊 负责这个军事商务工作的副主席哥布平 对吧 负责人事政治工作的这个徐泽浩 两个人都被抓起来 那你这个军队还是一个什么军队啊 对吧 所以他们说 现在是不能再继续招了 一抓的话 中国的商政基本就没有了 对吧 也不能继续招了 终究也会没有了 也不能继续招了 上这个也没有了 后来财商 甚至当一个义务兵 都是要通过 通过这个钱啊 去才能拿到这个职位 所以当时这种军队 其中有一个人物 叫王月宁 是郑小平的办公室主任 他担任了一个职务呢 叫整政治部的这个副主任 他也是个上将 对吧 其实说有很多人事的安排 尤其在郑小平还没有出事之前 那么他就已经对这个军队的人事进行了这个铺垫 那么成为 包括格包刑 那么都是他直接所提派出来的 所谓的坚军的角色 所以江大平后来也学他 把自己的这个大秘书贾天安 也安排到这个整政治部 党副主任 也想担任这么一个坚军作用 才能去影响习近平的这个人事案法 当然没想到习近平这么强势 那您了解王月宁这个人吗 您了不了解他在专队的这个人事案法里面 几个作用 我认识王月宁 但是呢 我在那时候王月宁就是邓的秘书 并没有到总政去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事呢 我并不知道 那我看到的东西和你看的东西一样多 这个 我不了解这些情况 那现在这个 在您的任务上 您觉得江振民在军队里 你做了来一些很荒唐的事情 就是腐败 就是你看 提这个 这个郭若雄取代后这些人 还查过军委 那么就是 就是从上到下的腐败 我们那时候哪敢想象 说什么 就是当官而提之 还要送钱呢 这根本就是说 原来讲说国民党最腐败的时候 买官卖官 哪想到共产党今天比国民党当年 还想不到这些事 这都是 公开了 现在这个习近平反腐 把这些人 实际上习近平公布的这些人的材料 大概也就没有什么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他真正干的那些事 习近平 王岐山还真不敢公布 就是坏掉 连他们都不敢公布 不敢让老百姓知道 当时你在军队里面 投影出现这个 江泽民的取代这个赵紫阳 你们军队里面有没有 一个私下的讨论呢 或者说你自己有没有 感觉怎么不是他呢 你们当时是怎么想的 那个时候实际上 等于是我已经跟 邓兵王子决裂了 我的主要思维呢 就是说我怎么能够 脱离这个体制 至于说 谁来当这个总书记 我那时候已经不关心了 不关心了 因为我反正不要跟你 我反正不能跟你在一起 江泽民这个人 我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 这个胡耀邦嘛 是很熟的 赵紫阳嘛 就不是太认识了 就知道这个人 嗯 因为 郭小邦的有一些身边的人 像陈小鲁 这个 到了江泽民了 我就觉得好像 一定是另一个事实 所以和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嗯 那您觉得这个 这个习近平现在掌握军权的情况怎么样 对军队这么大幅度的这个改变 是不是对这个 江泽民的一个 一个实际上的否定 实际上 习近平现在能够做到的 并不是像 毛那样 能够 嗯 就是 比如说 葵东 跟林彪 他跟军队的关系 杜小平跟军队的关系 习近平全都没有 习近平现在呢 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 有没有人想造反 呃 实际上有没有人想造反 我看习近平也不知道 哈哈哈哈 所以呢 习近平唯一能够做的呢 就是把你这个系统给你打了 嗯 就是说 你们原来的这些人 我们要我也拆了 啊 就是 呃 你们这些 高级的军官 呃 我也不认识你 你也不认识我 我怎么办呢 我就让你们 不认识的人 站在一起 所以习近平唯一能够做的 就是把这个系统打了 你觉得这一招是高招吗 高招也好 低招也好 他就这一招 因为他没别的招了 嗯 他怎么办呢 他 他没人的 他现在的问题就是没人 没人的话这个人 不是说三五年就可以人的呀 嗯 所以他只能够把这个系统打乱 但是他有胆量 打破这个系统 所以他是有想法的 对吧 那当然呢 他 他要么就冒了一个更大的风险 就是这个系统造他的法 要么呢 他就把这个系统打烂 而这个中国的这个军队呢 嗯 虽然我觉得如果再有六四那种情况 也不会开启嘛 反正就是有进步了嘛 但是应该说 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主义的 针对 就是说 就是说 他仍然是 呃 就是 好人赢就 干好事 坏人赢就 干坏事 那您觉得中国军队的 国家化是 他的一个方向 有可能吗 嗯 我给习近平的信誉 我就是说 嗯 逐步有趣的民主化 五步呢 嗯 最后一步呢 就是 军队国家化 嗯 现在看不出来 嗯 但是我觉得 应该有 应该不尝试 在19大之前吧 嗯 这个 大明镜呢 报警啊 司法国力啊 选举啊 最后就是 军队国家化 我觉得都应该 就是 如果习近平想做的话 就都应该有点消息 有点信心 嗯 但是呢 事实上 是封锁的 所以 有人说 开始是19大之前 19大之前 不行 怎么就等19大之后 19大之前 那就等20大 20大不行 他又等谁 总之 现在的心情 还符实那么明确 当然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更关心的问题 就是 有人说 中国现在有财力了 是一个强国了 所以在军事上呢 不能像郑小平那样 啊 那已经库耀达过日子 啊 经过江泽民的反腐败 我们不管怎么样 中国的军队的装备 有了钱了 要发展 而且这个军队呢 应该练练兵了 练练肌肉了 要在南海上面打他一仗 南海在一大量打的时候呢 还把台湾给武力收回来 因为看来现在和平统一似乎 没什么希望 对吧 那么呢 就是您觉得会打仗吗 这个军队还能打仗吗 会打仗吗 不会打仗 不会打仗 这个二战之后呢 这个 这几大国吧 就是从美国 澳洲 俄国 日本 中国 这五大 五鸡吧 对 不可能有任何问题 可以用这个努力来解决的 中国嘛 反正打了一个超越战争 或者打了半个越南战争 这个呢 是在一种很特殊的条件下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世界 或者这么一个战争 但是 这 这之后 我觉得 这种五级 或者说五大区 五大国 或者什么 不可能有任何问题 可以靠战争 来解决 这是您的一种大的 这个 战略 战略思维 就是 所以我对于任何 就是什么武力 收服台湾的什么 这些颜色 我都会融进去台湾 嗯 现在这个 这都买官卖官了 哪哪 跟他打仗 根本不可能 哎 我们非常希望您的这个日策 是很准确的 因为 我们实在不希望 这个 发生这个战争 现在很多人没有经过战争 领带 或者不去看这个战争历史 这些人 不知道战争的残骨 战争对人类造成的这个伤害 所以他们动不动的说 中国的强国 就要表现一下肌肉 你是搞了半天 你可能肉都没有了 肌肉 可能骨头都咋不到了 好 非常感谢这个罗宇先生 你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 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但是呢 这不是结束 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呢 继续向您请调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